好,大家下午好,我是郭海修缠 咱们这个视频进入修缠论试 重点呢,讲到今天的盘面是不是一步到位 下面的话呢,哪些方向有机会 什么类型的个股有可能迎来低息的机会点 那么首先呢,咱们在三日之前 就给大家讲到一个核心的一个盘面观点 就是呢,从3325点以来 它对应的趋势上进入倍次段 倍次段的话呢,随时是可以结束的 那么结束之后呢,对应的两种推演方式 一种最强的是属于五分钟级别的中枢延伸 以至于呢,升级为三十分钟级别中枢 再相当组离开段,这是比较强的走法 第二种推演方式呢,是属于 一旦呢,像3325点位以来 那么呢,这样的一个中枢 双中枢形成之后,倍次段 就是呢,整个趋势倍次发生 而后呢,进入到一个新的五分钟下跌调整 那么当前的话呢,市场选择的是属于第二种情况 那么既然说我们的盘面从3637.10回测 反抽,再进下跌 当前的位置呢,其实已经跌到了3500点的位置 3500点的位置呢,那么咱们在前面从三十分钟级别视角上面给他讲到的是 在3450到3500点这个区间 它是有一个强支撑 那么这样的一个强支撑呢,对应的是三十分钟级别 低息的一个机会点 这个观点呢,依然保持不变 那么从五分钟的一个角度上面来讲 我们的盘面在3500点 一方面它可以允许选择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样去走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它也可以再往下列出呢 在这个位置的反抽,反抽过之后呢 和前面这个位置如果说不接触 它对应的话呢,还是属于下跌当中的结构 如果接触的话呢,它构成一个新的细小的中速平台 然后呢,再往下回落一次 回落的话呢,不管说迫与不迫新低 那么对应的其实呢,都是新的低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那么咱们再回顾到我们三十分钟来看 那么三十分钟的话呢 其实从我们的3202这个位置以来 咱们前面的一直给大家所期待的 也是呢,所推演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呢 它是属于一个三十分钟级别的中枢 中枢新成果之后呢 那么在前面,这是一个中枢的中枢平台 构建过程当中所形成的高点 那么呢,它对应了三十分钟级别向上离开段 离开段之后呢 因为这样的离开段和前面记录段 它是没有被迟的 那么回落下来的话呢 如果说不破中枢平台上演 同时的话呢,如果说强势连前面高点都不触碰 那么呢,它是有机会给出再一次向上 再一次向上的话呢 对应了到时候考验创不上新高 所以说呢,在三千五百点的位置 我觉得呢,再往下反而是机会 当然讲到这一点的话呢 也要区别去对待 那么呢,如果说 像再往下是机会 那么什么方向会有机会 怎么去把握才能够真真真正驾驭到机会 而且呢,今天美中不足是什么呢 是属于量能放的不够 如果说今天量能放的更大一些 那么市场这样的一个效应 就是呢,恐慌盘一出 后面呢,对于呢,机会会更加明确 因为呢,今天的量能放的并不明显 那么呢,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个正的一个环节 或者说呢,惯性往下冲一下 或者说呢,留个私心 但是呢,不排除咱们对整个结构的一个判断 那么像今天的话呢 第一天把数量明显增多 跌幅五个点以上的个股明显增多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例如说呢,像什么类型的方向 可能在接下来依然会受到资金的关注 第一个呢,例如像稀土当中 五矿稀土 今天呢,整体来讲表现又比较强势 那么像五矿稀土呢 咱们前面给他讲到过 包括呢,今天在找盘的时间 也给他讲到过这样的节点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 可能后面 他伴随的 要么是属于 因为盘面跌的时候 他能够坑出不跌 表明比较强 资金接力呢,比较明显 那么后面呢,对应的 要么是强者横强 要么是属于吗 如果说盘面下沙 那么整个方向 如果说一旦走弱 那么他可能面临不跌 但是呢,结合他的整体的一个技术位置来讲 我觉得呢 强者横强的概率会更大 这是五矿稀土 再列出呢,像北方稀土 那么今天呢,相比来讲是属于反包 但是呢,反包在尾盘的时间 受到盘面整体走弱 那么呢,他也属于尾盘来了一步跳水 但是像北方稀土作为整个稀土方向的一个核心的标的个股 那么像这类个股 在下方这个缺口附近 那么呢,也会存在一些低息的一些机会点 好,再包括呢 像咱们前面给他讲到的像方大探数 像方大探数的话呢 那么前面咱们给他讲到的一个基点 偏离五军 浮动仓位要减 减了之后 等待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回落不破13天均线 对应的会再一次把握低息的一个机会 那么像方大探数 从大的一个级别来看 他依然属于收敛三角形突破 突破之后呢 当前他仅仅是突破之后的回踩确认的动作 而且呢,结合他整体的量呢 来看 那么像这样的方向 可能后面呢 他会有更明确的一些相上 这样的机会点 好 那么再给他举例的话呢 你也说像很多朋友所关心的 像科大讯飞 那么科大讯飞呢 像这样的个股 咱们前面给他讲到的也是 偏离五军减减了之后 那么今天呢 他的13天均线没有收住 没有收住 那么对于整个科大讯飞这样的 个股这样的一个节奏 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呢 首先下方有足利成本 线的这样的一个支撑 同时的话呢 对待这样的个股 其实如果说像今天 收不在13天均线上方 即便呢 作为一个减辞 或者是作为一个立场 也无可厚非 但是呢 从大的一个视角上面来讲 他的一个结构 依然是处于日线级别 向上离开断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平台突破之后的 这样的一个灰彩的一个动作 灰彩的话呢 那么下方在45元附近 他作为一个平台上年 不破的话呢 依然会存在 向上 再一次向上反出的机会点 好 这呢 是科大逊飞 那么如果说我们单纯的用残论的视角来进行解读 那么当前呢 像我们的科大逊飞从54块4 4毛3以来 他对应的话呢 当前仅仅是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线段下跌的一个走法 下跌走法呢 其实距离45块钱的位置呢 也比较临近 那么他最好的一种状态呢 是属于列说 在这样的位置呢 来反抽一下 和前面呢 有所接触 形成这样的一个5分钟的中枢 中枢之后呢 再往下震一下 不破45元的位置 那么形成了一个5分钟的盘整下 对应了这一段下跌和前面下跌 发生内部背词 同时呢 又结合日线级别 就属于了大的中枢平台 向上离开一段之后的回彩 确认对应了 存在大级别的三买的一个机会点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他讲到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呢 对于我们的盘面 3500点到3450点 这个区间之内呢 个人认为是属于机会大于风险 但是呢 要注重节奏 包括了方向 好 那么我们像我们的创业版指数 对应的 其实呢 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下杀 那么下杀过之后 那么对于我们整个创业版指数来讲 它当前的一个演化方式 首先呢 从我们的下方 在3000 在2800点上的一个关口呢 它是属于大的平台向上突破 突破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位置呢 构筑了一个五分钟的中枢平台 然后呢 再走离开段 离开段之后呢 今天直接回落 破了我们的五分钟中枢上延 那么呢 五分钟的三买 失败的 失败过之后呢 那么后面 我们 期待它 对应的是 再一次列出 像反抽 或者反抽之后呢 再往下 对应是三十分钟级别的 三买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点 好 那么这是我们创业版纸说 因为三十分钟呢 从我们的 从我们的2474.70点位以来 在这样的一个节奏 它都属于三十分钟的级别中枢 三十分钟级别中枢 向上走的话呢 它都属于一个五分钟中枢 两个 三个 当前的话呢 是直接 逐反向的运动 反向运动的话呢 进入到这个中枢平台的 上延跌破 那么呢 三买不成立 反抽之后再进行回落 那么对应的话呢 是属于三十分钟级别补破 而对应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点 好 那么呢 当然了 对于像今天 一些高位的个股 或者是一些趋势性的个股 例如说呢 像穿农动力 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是属于直接 出现这样的一个高位低停 那么像这种方向的话呢 也就是说 我们一方面要关注的是 市场本身资金的一个切换 同时呢 对于 节奏上面来讲 那么呢 一些 已经什么 已经是积累过高涨幅的 这样的一个个股 那么用咱们三线操盘的一个 思维和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 有朋友问了 说偏 如果说破了五十三天均线 要不要止损 或者要不要走掉 我觉得呢 从策略上面来讲 严格应对 走掉呢 也无妨 那么呢 像这种 这种类型的个股 像川龙东力 毕竟呢 积累涨幅过高 那么像这样的话呢 就主要不在 如果说后面呢 不给出 再一次强势反暴的 这种走法 及时的离场 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那么把握 例如说像 同样的个股 像方大探数 这样的个股 那么呢 它所对应的 就是整体来讲 是属于敌步启动 好 这是咱们今天 给大家讲的内容 那么呢 请供大家参考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欢迎积极的留言 点赞 好 再见